凤云齐出 仓皇殿皇 剑在仙上 不得不放 云为日无三方 殿下 不得不放 大家好 我是孟岚 我现在在武藏园景区的大门口 这个武藏园呢 是坐落于陕西省宝鸡市祈山县 他的战地面积南北约4公里 东西长1.8公里 这是诸葛亮逃爬朝魏 屯兵用武的地方 是隔着渭河与司马懿对阵的古战场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诸葛权 是当时诸葛亮在此 安寅渣战云水的地方 现在先看一下介绍 武藏园诸葛亮庙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祈山县 在蔡加坡镇南五公里的武藏园上 南宜引领北附渭水三面临空两面环水 第四显要是古代关中通往巴蜀要道 为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二三四年 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大军出邪谷 由邪谷出师 华位 屯兵武藏园 与魏将司马懿对垒于渭水南岸 两军相持 百余日 诸葛亮终因基劳成基 并逝于武藏园军中 享年五十四岁 为了纪念 蜀汉名将诸葛亮 后人于圆至圆初年 在武藏园上建庙 离今明清多次修复 现存庙里布局严谨 聚遇轩昂古普典雅 庙内卑识伶俐 1992年4月 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武藏园 诸葛亮博物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好 我现在已经来到这个 诸葛亮的博物馆这个门口了 现在我去买票去 这是售票处 门票三十块钱 安妮你好 那个可以微信哈 好了 你看一下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杰益怀 此怀西侧三温差 而合为一体自然天成 郁郁说一下大事合酒必分 分酒必合又象征着刘备官与张飞 桃园三结义 这是钟楼始建于清朝嘉庆十三年 楼内这口钟是明朝所住 直径高各两米重1350公斤 钟上住有明文6400多个 详细记载了大宗的铸造时间和过程 这个是鼓楼同建于清朝嘉庆十三年 内直直径1.5米高1.7米的牛皮鼓一面 现在看到的这个鼓是92年从制的 现在我已经进入了限殿 建垫五肩 面阔16.9 近深9.2米 面阻五肌鼎 其前沿使用五肩 通膛是其特点 四肌两侧的墙壁上 镶嵌着岳飞手术的前后出尸表 飞客由四十块二尺剑方等 金石连缀而成 表文与粗肺腑本笔出动 笔法登放苍劲 游厉憨畅 建计高超 形同真妓 人称三绝堆 八袜屏在限殿正殿中间 平面长八角形 边长3.3米 中心直径8米 建筑功力精巧 具有艺术价值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正殿 总共是三间 面阔11.1米 近深14米 其西侧有阳银庙尾间 东侧有江文庙尾间 三殿均为五基印山顶 进入正殿 咱们首先看到的是诸葛亮的塑像 诸葛亮181年至234年 自孔明号沃隆 徐州狼牙 阳东 及山东邻里面 三国时期 属国丞相 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 外交家 文学家 书法家 发明家 诸葛亮 早年随叔父到荆州 在龙中拟居 后被刘备三顾毛鸟请出 在击败曹军夺得汉中后 蜀章五元 二二一年 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 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 主持朝政 刘禅继位后 诸葛亮被封为五湘侯 曾六次北伐中原 多以良静无功 忠因积劳成绩 必适于五丈远 诸葛亮散文代表作友 初诗表 戒子书等 曾发明木牛流马 孔明灯等 并改造连弩 成为诸葛弩 可一弩十十俱发 诸葛亮一生 鞠躬尽瘁死而后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诚 和智者的代表人物 正面右侧的护文是廖化和张包 廖化金湖北人 南凡人 右车旗将军中江侯 张包东汉末年名将张飞之子 金河北桌县人 三国时期蜀汉官员 以官兴是当时蜀军功 夺秀将军 随诸葛亮 拔卫时战死僵场 正面左侧护卫是王平和官兴 王平 金四川徐县人 三国时后期蜀汉大将 曹爽率领十万大军 公汉使被王平击退 磊锋 安汉侯 官兴之子 军山西萌汀远 蜀汉官员 后期重要将军 在诸葛亮第六起伐位前 闭逝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诸葛亮的衣冠种 诸葛亮虽然病逝于五丈远 但诸葛亮自知 自己与魏军皆有深仇 怕死后尸首不得安宁 就逆奏流禅 将自己的尸体装入棺材 用绳子抬着一直往安走 直到绳子断裂 就地埋葬 由于棺木太沉 四个人抬着走了两天 感觉非常的辛苦 所以商量后就决定就地就埋葬 回来谎称说绳子已经断了 刘禅觉得有蹊跷 一怒之下就把他们的私人给杀了 杀完之后忽然发现没有份 埋在哪里 因此诸葛亮的墓至今无人知晓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 这个衣军种里边买的是 诸葛亮生前的一些衣物 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衣军种的周围的围栏上面 有28根柱子 象征着诸葛亮扶持刘被刘禅父子 28年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 诸葛亮发明的木牛刘马运输工具 是诸葛亮北拔池所用的 其斩重一岁娘 大约400斤以上 每日寻常为特刑者 为素食警警者 为20人 为数个粮食供给发挥了重大作用 诸葛亮庙里的故事很多 留待您亲民了解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